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其实最近一直有朋友问我,怎么去清洁这个洗衣机 其实呢,我们的洗衣机啊,不管你是滚筒的还是波轮式的 其实在用久了之后啊,筒的内壁上面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很多这个沉寂的垃圾物啊 在我们每次洗完衣服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发现 哎,我的衣服上怎么会有一些小黑点啊,或者一些污垢的一些东西啊 并且它干了以后呢,在衣服上还不好去除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经年累月的清洗过程中啊 我们的洗衣机的内桶的桶壁上沉寂的这些污渍的东西 并且呢,有些洗衣机是在烘干的,烘完之后呢,这些东西日积月累的 最后呢,变在桶壁上面非常的不容易清洁,容易滋生细菌 而且很多朋友应该发现啊,就你洗完衣服,把洗衣机盖上之后呢 你隔了几天再把洗衣机打开的时候,会闻到那个霉味或者臭味 这个时候呢,就代表着你的洗衣机呢,已经该进行这个内桶的清洁了 然后像日系的洗衣机呢,基本上都带了这个内桶的高速水流自清洁的 像我家的这台原装进口的这个东芝的波罗洗衣机的话呢 它也是里面有一个内桶结构的,内桶结构呢,我们清洁不到 但是呢,它会有这个高速的这个喷射水流啊,对内桶进行清洁 也包括像日历的,松下的,它都是有类似的这种技术的 但是就算有这种技术的话呢,也是能够增加你的清洗 专业清洗内桶的这个时间而已,就间隔时间你会拖的长一些 然后呢,有一种洗衣机是比较好的,就是我在日本开箱的那个夏普 它是没有内桶的,所以说呢,它是完全没有二次污染的问题 但是那种洗衣机呢,现在全球只有夏普才有,好吧 所以说呢,我们常规的洗衣机呢,这个内桶该怎么清洁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清洁方法 实际上网上有很多这种教学啊,但我看了大概都是错的 比如说有说用那个小苏打来进行清洁的 实际上小苏打这个物质呢,它本来就不容易水啊 或者说是它有很多颗粒物是无法中介于水的 这种用这个小苏打来进行清洁的时候呢 本来它的清洁力度就是有限的,因为它是弱碱的这种成分嘛 所以说呢,对这种常年累月的干燥贴附在内桶上面的这些污垢的话呢 它是清洁不掉的,并且呢,它这些未溶于水的这些小颗粒物啊 它也会对我们这个洗衣机的这些塑料结构 或者里面的金属结构呢,造成一定的摩擦 会影响这个洗衣机的这个寿命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啊,有些人是用这个白醋 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清洁的效用啊 然后我看的最搞笑的就是白醋加小苏打来进行清洁 白醋和小苏打一进行清洁的话,基本上就瞬间就变成泡泡了 是吧,它这个就更没什么清洁力度了 所以说呢,我们不要用这些网上的一些小知识啊 来清洁你的洗衣机啊 反而有些时候会造成这种伤害 那么怎么来有效的清洁这个洗衣机呢 实际上我们就用这个专业的内桶清洁剂就可以了 像这个呢,就是我一直在用的 这个是花王的 这个是内桶清洁剂 它有两种,一种是针对于滚筒的 还有一种是针对于波轮的 因为我们家是波轮洗衣机嘛 我就买的是这个波轮款的 它这一包的这个内容物啊,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这一包呢,就是清洁一次洗衣机的 我用了这么多年下来啊 我感觉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为你倒进去以后啊 在清洁完之后你就能看到这个水面上漂浮的 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很脏的这些东西啊 能够给你洗出来 特别是如果你的洗衣机不像我们家这种 带了这个内桶高速水流自清洁的话呢 如果你的洗衣机没有清洁的很勤的话 你用了这个之后你会发现 桶里面可能会有那么厚一层的啊 这种非常脏的这些污垢 它都能给你清洗出来 好吧,然后呢 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来清洗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什么叫洗衣机内桶啊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桶上有很多孔 实际上它的背后的话 它也是一个这个桶壁啊 就是它的这个金属点的背后 和另一面的这个桶壁上面 它都会挤很多的这个污渍 但是我们这个肉眼呢是看不见的 像我们家的这个洗衣机呢 它的顶部顶部的这个位置 它是带了一圈的这个高速的水流喷射的 在内桶里面也看不见 就是它洗完衣服以后 看到了吗 这个位置它有一个免清洗 你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呢 它就会每次洗完衣服之后呢 用高速水流来清洁内桶 但是就像我说的啊 就算是有这种功能的洗衣机的话呢 你最好也是三个月四个月啊 进行一次内桶清洁 如果你的洗衣机没有这种自清洁功能的话呢 那么建议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就一定要进行一次清洁啊 这个的话对你的这个衣物 特别是我们要洗一些内衣内裤的情况下呢 它能够保证很好的一个清洁程度 好我们把它倒进去 它这个是很多的这一包 这个东西很便宜 大家在淘宝上自己去买就可以了啊 这个是我用过的所有的内桶清洁机里面 效果最好的 我因为我用过很多包括欧洲的 然后德国的 呃 还有就日本的别的品牌都都用过 这个花王这个呢 我觉得是效果最棒最出色的 ok看到了吧 就是需要清洁一个小时零二十六分钟 然后呢在这个清洁过程中啊 它会加水 我们把它这个水加住满了以后呢 就直接按停止让它浸泡三个小时 相当中断它的一个操作 浸泡两个小时以后或者三个小时以后呢 我们再继续启动让它清洁 所以这个时间呢 我们要盯着它 水接满了之后让它停止 如果你们家有这个热水的话 因为滚筒洗衣机都有热水的话呢 我们尽量用热水啊 四十度的热水 我们家这个波轮是没有热水的 那就用冷水来清洁 好吧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这个污渍到底有多少啊 应该是非常带劲的 浩大的工程 做了多少只弹塔 做了十一只弹塔 烹饪中 做好咯 准备拿出来咯 哇 这个颜色和色泽 实在是太棒了 OK 现在过了三个小时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有不少的这种污渍 看到了吗 这边应该也有一些 这个漂浮物 这个桶底下应该更多啊 因为很多东西洗出来之后呢 轻的可能漂在水面了 重的东西呢 应该就沉到底下去了 像我们家这个呢 还是有这个自清洁的 所以说洗出来的灰尘啊 这些脏污呢 不是特别的多 但还是比较明显的 大家可以自己测试一下自己家的洗衣机啊 用那个清洁剂试一下 我相信没有这种自清洁机型啊 特别是这种波罗机的话 你洗完之后 能发现那么厚 至少那么厚 多的话会有这么厚的 这些脏的东西 所以呢 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日常生活小常识吧 洗衣机呢 还是一定要频繁的做一些清洁啊 因为毕竟它有这个双层桶的结构 我们表面上看到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干净了 但实际上内部是很脏的 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